胡主任 这个时候的专榜 蔡英文传达出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也可以凸显出现在美中台 在这个区域安全当中 到底处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我开始以前我先跟余将军说 讲得好 我们两方的军人的文化很接近 另外一点我在开始以前 我觉得应该clarify 就是说美国对台湾的支持 是跨当的 两边的跨党 民主党或者共和党都support台湾 不管是民进党或国民党执政 都support台湾 美国所以是跨党两边都跨党 因为美国支持台湾 是因为台湾是自由民主 我们的basic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culture很像 所以会支持台湾 当然地理上面的重要性都有 那蔡英文总统最近比较公开一点讲 也是因为美国比较公开一点讲 我想这是两边都是觉得这个时候 然后我们要想办法嚇阻中国大陆 因为他的action 他最近做的事情实在越来越危险 有一点我想中华民国人民要记得 你要和平要安全 你要强 你很难跟中国大陆 negotiate 不要打我 如果他已经决定要打你 你唯一能够使他不打你就是强 当然很多人觉得中国大陆不会过来 我自己我没有那么 那么 comfortable 没有那么 sure 没有那么乐观 没有那么乐观 你认为他还是在攻打台湾 我觉得习近平的野心很大 然后他想在历史下面留下一个 一个名字跟毛泽东一样 对不对 然后等一下我们看看他这次 汇出来以后的document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在等这个怎么样 如何使台湾真的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一定要强 可是台湾永远不能跟中国大陆一样强 所以呢 就靠朋友 日本美国和其他周围的澳大利亚 OK 其他的朋友对台湾的生存 对于南海的open 有他们自己的国家的兴趣 就会contribute到台湾的defense survival of Taiwan 把这些地方一直公开的 大家都可以用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跟共产党说 拜托不要打我 我会听你的话 不灵的啦 我觉得是很难做到的 因为他的野心就是 你要在我下面 那他这个一国两制我觉得很难execute 你看香港就晓得了嘛 你看他香港跟英国签的时候说 OK basic law 50年不碰你 几年就碰了吧 现在就不见了 他根本他这个agreement 他签的合议书 他通常不会honor wto 很好的一项 所以台湾不可能 在他之下去签下所谓的和平协议 即使签了 能相信吗 能相信吗 他会办得到吗 他会信守承诺吗 对所以这一点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美国和台湾的合作 像您刚才也谈了多久 在马总统下面也有啊 对不对 是 我还在太平洋空军 1997年 我第一次派到台湾来 帮助台湾第一批F-16过来 怎么样让台湾空军准备好新的飞机 那时候就有了 而且在我来以前已经有很多人来 美国军人那时候已经在台湾了 对我不是住宅台湾 可是我们来帮助training 对协训训终指教官 协助训练嘛 对 然后另外一点 中华民国去美国受训 也很多 也很多啊 多少年了 对不对 然后像您刚才讲的 美国transfer这个我们打仗的经验 最棒的是哪里 陆克基地 对 陆克基地的美国的军官 美国的教官都是打仗 combat hour 500个 800个 1000多个 打仗的时间出去 有躲飞弹啊 有不同的经验 所以这些都给中华民国空军的教官 然后带回来交台湾的年轻的飞行员 所以这种交流是很长的 是马英九 陈水扁 不管是谁做总统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一直的 没有那么公开 没有那么公开 可是一直在那边 所以现在当然可能因为面子的关系 中国很生气 你现在讲开了 气死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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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